长阳艺术世界领略先生风采 欢迎各位走进总台大型文化节目 大师烈传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要来认识一位 中国当代画坛的山水画家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潮汕家庭 青年时代 他以黑白木刻 各个都是铁肩膀 在版画界崛起 而后来呢 他又以刀客山水的鲜明特色 创新开辟出一片山水画的广阔天地 南越春晓这幅剧作 悬挂于人民大会堂 万人大礼堂的外厅 从事美术创作将近五十年 他创作了多幅想于海内外的 优秀作品 他笔下的山水 雄浑磅礴 壮阔博大 既讲究大气象 大境界 大笔墨 也把国家发展的热潮与精神 融化在胸 为山川立照 为时代书写强音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山水画大家 许金峰先生 许老师好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先生 今年您高寿了 七十一周四 我听您的学生说 您现在依然坚持每年要出去 大江大河 要去写声 对 一个山水画家 他首先要向传统学习 另外一个功课 就是要向大智囊学习 向大智囊学习 你必须进入智囊 跟大智囊 进行一种观察当中 一种对话 交流 就把大智囊看成是你的朋友 从心灵深处给他产生一种沟通 用画笔记录你眼中这些自然 来丰富你的创作 许先生 您是当今岭南画派的 重要的代表人物 请您先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岭南画派的历史 好吗 我们岭南画派是当生于 这个清末跟民国初这样的一个 时代的变革的一个画派 丰南画派向高建户 高齐峰 陈树人 这一代人 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先进 丰南画派吹崇就是 直中中西 永回古今 注重写生 这样的一个理念 来进行中国化的变革 等于丰南画派把中国化 窗封闭窗低落的状态 向现代的转型 给我们中国化的发展 找出了一条路 它的贡献非常之大 许先生的山水画 与岭南画派一脉相承 既有岭南画家 精巧细美的神威仪师 又兼具北方绘画 厚大捉雄的艺术特征 我们也很好奇 许先生是如何走上艺术之路的 它南北融合 秀润灵动与豪放超矿兼具的 艺术风貌 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呢 让我们先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1952年 许亲松出生于广东省 承海县张吉村 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 这里风光以泥 海潮静密 一片田园风光 父亲是朴实敦厚的庄家汉 他勤奋坚韧的性格 给许亲松的一生 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母亲是个忠实的戏迷 无论村里村外 有戏上演 他常常把许亲松戴上 戏服中的那些好看的图示 各式人物的装束 和对比浓烈的色块 总被许亲松铭记在心 很快成为了他 自由涂鸦的绘画素材 许亲松的家乡 不仅是历史悠久 人文汇翠的文化之乡 同时也是版画艺术之乡 在美术方面 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这种润物系无声的文化熏陶 对许亲松一生的影响 是无声而深远的 你看这样的建筑 中西河壁 临次至比 城海的建筑 大概都是这样的潮汕风格吗 我的家本身就是 很精美的一座建筑 我家的门对面 也有一个老花球 回来建的三层楼 那是集所有的潮汕地区的 精美的工艺都在里头 别的孩子老太子不让上去 他唯独可以让我上去 因为我上去不会搞破坏 我就很欣赏里头那些工艺 三四岁的小孩 特别喜欢拿着笔在墙上 到处涂鸦 您小时候有这个经历吗 我就是去捡老师 信箱的棒材质的粉笔 还有自己家里 那个灶头烧下来的木炭 就见到空白的墙壁 就画 弄得隔壁左右的邻居 就来投诉爸爸妈妈 说你这个孩子又管好 我们家那个墙壁 刚刚静静地 他就涂鸦那些东西 我那个课本里头 有空白的地方 我就画上了我的想象的画 那什么时候真正拿起了画笔呢 初中的时候 开始上正式的美术课 记者研画谱初中的时候 就开始临摹了 到了高中的时候 就给爽巴到县文化馆 作为美术青年进行培训了 那时候就可以 正儿八经地画石膏素描 还有正儿八经地 开始还搞创作了 农民木刻的时候 我就是那时候很年轻 十八九岁制有作品 还有你在海边沙汤 在江边的沙汤 拿了树枝那种 这水你爱怎么画怎么画 很大的面积 我现在能画大画 可能跟当时这样的一个有关系 海浪啊 江浪一冲又没了 你再继续画 多好啊 你那边画画 还不需要擦黑板 江水帮你磨平 1972年9月 20岁的许清松 考入了当时的 广东人民艺术学院 绘画系版画班就读 从此开启了规范的 美术基础训练和专业的学习 那许先生的版画之路 是如何扬帆远航的 在版画成就斐然之时 他为何又转而投身到了 山水画艺术的创作呢 让我们来看短片 1972年下 许清松拿到了 广东人民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这所代表 岭南绘画艺术的最高学府 是岭南美术的重地 汇催了 胡一川 观山岳 潘鹤等艺术名家 那些只在书里见过的名字 如今成了自己的授课老师 许清松心中不由得欣喜若狂 刀子咬着板子 板子咬着刀子 潮汕人骨子里的勤奋尽头 再加上发自内心的热爱 使许清松在版画领域朝着专业方向 一路探索推进 1975年 许清松成名作 各个都是铁肩膀干生 此后 小枫残月 新花 天音 潮的失落等 一系列佳作 不断证明着 他在版画领域的创造潜力 一手握着木刻刀的许清松 始终没有放下童年的毛笔 他从岭南的植被 溪流 画到了西北的高山荒原 大江大河 多年的版画创作 让许清松对气力的把握游刃有余 入目三分的笔墨 与浩然广远的山水相辅相成 成就了大气磅礴 雄浑壮阔的许氏山水风格 在您真正开始艺术创作之后 哪些大家给过你艺术上的启迪呢 如果说绑画很重要的一位先生是 我们的首任广东画院院长 黄新波先生 当年他在绑画 惺惺目刻了 先锋子很有名 我有幸地到了他底下工作 一路来就在创作上如意得水了 我有什么不懂啊 就要请求他 所以他是直接手把手的教我 我最感恩的是光商业先生 因为他有时候出去写生 我们都跟随着出去 可以从头到尾的看他是怎么作画的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他回到画院创作那些大的作品 我们也有机会看他是怎么起稿的 怎么开始下笔 最后整张画怎么完成 对于一个作为学生辈来讲 进步是很快的 我八九年 我还没有搞过绑画个掌之前 我是第一次搞了个人的伤水画掌 在中山图书馆 光老跟他女儿来看 也是给了很大的鼓励 还有一个特别令我越想越感动了 送他上汽车的时候 他用广州话 你挖方国挖啦 就说你还是画回国画 我那时候国画跟绑画都一起在创作 那这句话 这是老人家对我一种鼓励 你还是回到国画这块来 在八九年之后 我就开始全面的逐步 回到中国上水画的创作上来 当今的中国美术学 对您的创作有一个高度的概括 四个字叫刀法入笔 这样的一种艺术的风格 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个就是我绑画专业带给了 我跟别的画家不一样的一个理解 因为毛笔是软的嘛 你又使得它具备有一种厚重力量感 力量感如何出来 你又不能很生硬地去做出来 那不对 又要形成内在的力量 是藏在你的比例之中 我这个用刀的力气 用在毛笔上面使得 它本身就具备有一种 利透纸背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所以毛笔也是给我手里 这个损伤得很厉害 用坏的毛笔起码是一箩筐 我想大家一定对先生的作品 充满了好奇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近 来欣赏先生的一幅作品 我们看到先生的这幅作品叫做高原甘雨 这张画的创作背景和艺术特点是什么呢 刚好我在画一批大西北的题材的伤水画的时候 电视机那里不断地报导西北刚夯的消息 后来我画着画着 我说干脆就给西北下一场大雨吧 那么就用水啊 磨啊 让这个天磨上面这个水啊 水淋淋地往下坠 然后用毛笔 顺着它画上这个水的流动 非常细心地引导这个水 怎么往底下走 然后不断地小心翼翼地给它加工 还似乎这场雨后面还有这个光的闪烁 立马整场画出来以后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在这样的干雨当中 能感受到的是希望 是阴晕在我们身边的幸福的雨 带来的滋润 好 我们谢谢先生 攀登艺术高峰 道足且长 2007年 许先生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要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外厅 创作巨幅作品《南月春宵》 这幅横空出世的巨作 蕴藏着许先生什么样的艺术匠心呢 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 2005年和2007年 许钦松分别当选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和广东画院院长职务 这为当家人热情推动广东美术的革新与发展 2017年 许钦松成功筹办了 齐命维新 广东美术百年大展 成为当年全国美术界的标志性事件 这是一场充满南海风珠江潮气息的展览 近600件精品立作 向全国人民汇报百年广东美术的发展历程 和艺术成就 为观者呈上来自美术大省的视觉盛宴 2007年 许钦松接到邀请 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外厅 绘制一幅齿幅巨大的屏风山水画 南越春宵 自1978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 揭开序幕 南越大地 作为这场伟大变革中的试验田 在此后的40多年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但是怎样让岭南的山水 呈现出气势磅礴之感的同时 又拥有深远的意境 成为了困扰许钦松很久的创作难点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许先生的立作 南越春宵的画中游 这幅作品当中 他主要运用了您的哪些笔墨技法呢 你看整张画面呢 从这个右下角的云往左上角 这样飘上去 涌动上去 通过满山并野这种涌动的云 就像望马奔腾似的那种气象 来昂逸着我们的改革开放 一派的勃勃生机 从它的气象当中 又有木棉花在帐篷 又有树木非常的茂密 水气很足 银层辉然的生动 使得这张作品啊 具备着一股向上的力量 来呈现这样的一个主题 为探索山水写生的问题 徐钦松先生常年累月身体力行地 攀登了国内外知名的明山大川 他在写生当中体会不同的 真山真水四十气象的变换 带给内心的感受 2016年他再次攀登了艺术高峰 那就是巨幅中国画长江揽生 那么这幅巨制是如何 偶心沥血创作而成 一笔一墨间又包含着他怎样的爱国深情呢 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 2011年启动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 是由国家财政部 原文化部 文联 共同主办的重大项目 最终确定 由徐钦松来创作完成 长江揽胜 为了还原长江的自然力量 群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奔流而上的精神根源所在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 与团队前后赴长江考察写生四次 留下近百张写生稿 有感于党的十八大以来 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的良性互动 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高度 一幅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在栩栩展开 徐钦松在《长江揽胜》中 机械下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 国家兴盛 则文化繁荣 金画长江揽胜 古国之好气 永时之心风 徐钦松不仅把他的艺术理念倾注画中 更是把他整个人的人生情怀 都融入了长江里 2016年 历史五年创作的《长江揽胜》 成为中华史诗美术大展中 仅有的三副自然山手画之一 古国之好气 永时之心风 我们现在在您的画作当中 感受到了长江的浩荡 古代名家画长江呢 都是画胸中长江 那又站在国家跟时代的这个层面上 去创作表现长江 又是又把重贯数千年 中华文明史这样的一条长江 来创作跟表现出来 很不容易 我就从右下角将水涌到左上角 然后又再回过来 向右上角走 走了几个知识形 使得我们眼睛所及 能够感觉到这种长江 这种长度 在色彩上 如何去表现长江的雄浑气化呢 当时呢 拍头想用水墨 我的水墨也画得特别有把握 但是当我几次到了长江以后 我就被它两边悬崖的 这种记忆里所感动 这些记忆里感觉是历史的刻痕 它就风风雨雨这么冲刷下来 留下这只记忆里 历史的刻刀 恰好可以用我们的山水的春法 来重点表现 使得我们感觉到 伤体自身的纹理 时间历史留给我们的痕迹 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能够体现长江 使得一个平面的画质 立马有纵横交错 上下涌动的一条长江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画面当中的长江奔流向前 我想这也正像先生 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一样 永不停歇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感受一下 先生笔下的大千世界 和他的笔墨技法 有请先生 荡水画单 首先是一个基本的构图 怎么样更广阔地 把整个山窗 容纳到你的画面里头 它又跟我们传统的 伤圆画不一样 平眼深眼高眼不一样 我这个是就广远 角度更广阔一点 这是一个构图问题 第二个我们的用笔 把这个力量送到这个纸背里头去 硬笔又有一定的速度 不能过于急 这样的广阔的意境 就是您刚才解释的广远是吧 对广远 它除了现前这种推进之外 它又把整个的框度 给能够容纳进来 这个是 这又在思想意识上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的画才有这种 这种大气象出来 来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谢谢先生 咱们俩一起来 好 它装表出来会更加的亮丽 火红的太阳刚出身 朝霞映满了半边天 成逢跑去长空万里 直下看山河 古人梦想从天空中鸟看 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先生的笔下成为了现实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朋友 有什么问题想和老师交流的 徐老师您好 请问中国画如何能保持民族特色 同时又能让世界人民去欣赏和关注 保持传统的特色 保持我们固有的 传统的最重要的一种精神 那么它是中国画 它是主要的文化基因 不能变异 它又守住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底线 我们现在经常在讲 中国文化走出去 实际上又欣赏 咱们传统的中国画艺术 它必须具备有相当厚厚的 中华文化的基础 如果一个外国人 他对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毫无认识 或者一片空白 你怎么让他喜欢上来 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烫梭这样的两方面的结合当中 既有守住我们自己传统的东西 又又向前的卖出去 学老师你好 近几年来 您一直坚持做乡村美术教师的教育工作 为什么您格外关注乡村美意的发展 我在做六眼的过程当中 发现我们的农村里头的 美术老师 绝大部分没有上过这个专业的人去兼课 因此就出现不是太理想 我就用我的自身的力量 包括我组建很多的志愿子 这些名家 这些旧寿 充当志愿子 来帮扶这些美术老师 给他们上课 这个提高他们的水平 进而通过老师的水平的提高 我们乡村的孩子们的水平 也就更多提高 把欣赏美的种子 种在孩子的心里 对了 谢谢许先生 山水新降自得处高野 许先生 大山大水大笔墨的 艺术创作 折射他的艺术感悟 和他的心灵世界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舞台留给许先生了 请先生为我们带来诗说 2021年 习总书记在传过的文代会当中的讲话 就对我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 提出了要求 希望我们又从时代之变 中国之境 人民之物中 提炼主题 催起题材 展现中华历史之美 商合之美 文化之美 诸写中国人民 奋斗之志 创造之力 发展之果 床方位 床景是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 绿水清商就是金商银商这样的理念 已经成为传党传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历史发展 历史发展已经按下快进键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 我非常喜欢那种洪荒未平 庄末苍茫 延伸态的那种大商大合 一种大铺不丢的 宇宙延伸态的自然大美 所以我在我的作品当中 非常匆忙极情的 非常细致的 非常用心的来刻画这种商联的变化 宁目 银器 这些万物之相 它既依乎天理 但是 因其固狼而产生吞吐大方之气 更重要的是 由此让我们对自然 生出一种敬畏和莫拜 回往我艺术成长的路 离不开 几多前辈的扶持和关爱 我曾在光商业先生的身边 学习和工作了许多年 先生的那种为人处事 以及每时每刻都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跟民族的振兴 他的这种精神 深深地影响着我的艺术之路 我们仿映时代精神 展现大国气象 是我们这一代商水画家 应有的历史神明 如何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城市的基础上 注入现代的精神 和现代审美的元素 是我创作当中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用鲜活生动的艺术演员 来展示时代的精神和大国气象 今年我已经过了七十岁了 但对一个正在攀登高峰的商水画家来讲 依然很年轻 只有我能够走得动 爬得动 画得动 我就要继续地行走在祖国的山窗大地 继续用我的画笔 为我们祖国的壮丽 山河 力壮 谢谢许先生 挥豪泼墨 宋时代山河 展大国气象 如今七零后的许先生 心中依然酝酿着 更多的宏伟的创作计划 用革新性的时代笔墨 描绘我们生生不息的母亲河 黄河与长江 他还要坚持把艺术工艺事业进行到底 我们非常期待许先生能够再次展现天地大美的佳作 我们也更加有信心和底气相信 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 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 让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